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锡成在出席纽约州立大学海事学院第三届海军领袖奖学金慈善晚宴的时候表示 每逢选举就有这样的抹黑 他还套用中国古话表示 取之有道才是真正成功 他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报道称布兰肯西普竞选团队一号发出的新闻稿在针对这则广告做详细说明前 声称麦康诺和其家人与中国有广泛的关系 报道表示 这是麦康诺的发言人被要求对此则广告发表意见时建议找全国共和党参议员委员会 但该委员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此事发表任何意见 布兰肯西普竞选团队也没有就媒体提问做出回应 在30号推出的竞选广告中 布兰肯西普说 他成为参议员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跑米器的底 据报道 这已不是布兰肯西普头一回攻击麦康诺的家人了 麦康诺的前幕僚长霍姆斯针对布兰肯西普的言论在推特上表示 这名参选人是你能见到的最卑鄙的人 好了以上就是由梁骏为您带来的新闻时事报